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房价在过去的20年增加60% 所以我们的大学学费是房价的三倍 167% 对 增长三倍以上 那我们的薪水只有增长76% 所以是我们薪水增长的 就薪水增长只有大学学费的一半速度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来不及赚 对 来不及赚 好 那就是说你努力赚钱努力赚钱 但你来不及赚 因为它增长太快了 那再加上今年的这个通货膨胀 那我就 对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大看好 好 我们让数字 我们就实际讲数字 现在每年大学的私立大学的 学费大概是七万块 好 但是你不是只念一年 所以大概至少四年到六年 对不对 四年还是保守估计 保守估计 对 所以大概三十万以上 然后呢 UC加大大概是三万五 所以大概也要十五万 所以UC加大念六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所以就是说大概将近二十万 好 然后你 而且你要知道这是税后的数字 所以你比如说你三十万来讲 你可能要赚到四十五万 你才能够有三十万的税后收入 去付这个学费嘛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这是 哇 这比赞好贵 这是一个小孩的学费 如果生了三个 三个 两个 像我一样对不对 就一百多万 那如果你的小孩还要念研究所 你能不能跟他说 念医学院念法学院 你会说不要念了 我供不起了 有没有可能 好可怕哦 是不是 这助学金好重要耶 好重要 对啊 就是你这个账一算起来 你就觉得真的很可怕 是 所以你知道 在之前好像呢 免费学校的午餐 你知道你不够低收入 所以你还申请不到 对对 对不对 你还不够格 对对 但是就觉得说 你在中等收入 你还申请不到 学费都这么贵哦 那这个在申请大学的 这个所谓的助学金 会不会白费力气啊 也申请不到啊 对 其实这个就是 最大的一个迷思啊 很多这样就觉得说 哦 我 就是说我的收入 蛮 就是说蛮不错的 对啊 就是说可能中上这样子 嗯嗯 学校的营养午餐 那种我都申请不到 我怎么可能 申请到助学金 对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两个东西 它的那个申请的标准 都是以你负担得了 跟负担不了 来做计算 也就是说呢 以营养午餐来说 你如果说 连营养午餐都负担不了 那你收入是非常非常的低 是啊 对啊 那这个大学学费 是这么的贵 那大部分的人都负担不了 所以也就是说 也是啊 对啊 也就是说它 跟你没有钱吃饭 是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人 真的 也是耶 对啊 真的做做功课 还是可以有机会的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那个 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啊 那个营养午餐 那就是最基本的 对 这个小孩子读书的福利啊 其实那个跟这个 它的标准差很多 对啊 所以呢 不要觉得说 我们呢 申请免费的学校午餐呢 申请不到 这奖助金更别想了 这是一个迷思哦 那其他的 就是您常见的 家长呢 常常在这个 申请奖助金当中呢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迷思 还有就是说 很多因为小 很多 尤其是华人嘛 他就英文不好嘛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 啊 那个表格那么长 因为你知道像 发布上的填表 有一百多个问题 嗯 像那个CSS 就是私立学校的 那个申请 有三百多个问题 嗯 那他开了就晕了 嗯 对不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 啊 我小孩子他英文好 就小孩子填就好了 嗯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中间不是说 这个填表不是像 一个问卷调查 就是说 这个是怎么填 是有可能会影响 那个结果 你知道吗 就是跟大学生前 表格是一样的 你这样说跟这样说 会影响结果 但你也不能乱说 对 而且小孩子 他又没有那个 理财的观念 所以很多概念 他是没有的 是 所以你家田 真的就是 对 你知道就很随便 一个设施卫生的孩子 对 设施卫生 就你就干脆不要填算了嘛 对 就是说你这个填的 没有作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说 你填这个大学申请表 跟填这个助学金申请表 你不是填完就算了 你得把它填好 要填的 就是说会给你加分嘛 嗯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这个表格里头 就是说有牵扯到 你资产有多少 对不对 比如说你家有几栋房子啊 你银行有多少钱 那有些人就会有那种 就是有那种损友啊 就会跟你说什么 哎 你就不要填嘛 嗯 你银行多少钱 不要写嘛 嗯 你那个有几栋投资房 你都不要写上去 嗯 你当他傻啊 嗯 那个哎 那个如果说被抓到 是联邦罪哦 嗯 因为那是诈欺的 嗯 所以你不能 那那请问哈 如果你 那个表格 你这样子填 就是等于你骗他 那是你朋友跟你讲的对 那如果被抓到 是你朋友坐牢 还是你坐牢 当然是我们坐牢啊 对啊 这是你的事情啊 是啊 对 我随便那边讲说 哎你不要吃那个哦 哎结果 结果你吃了 吃下去中毒 也是你啊 是你的 对啊 然后第三点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蛮常见的啦 就是说 其实这个表格哈 填下去之后 当然你会得到一个回复 就是说 你可以得到多少助学 但他这个不是 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哦 对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啊 你知道吗 我就是拿不到 所以就啊 就算了 其实你如果说真的 有一些方法去跟他谈 其实还是有一些 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 对 所以不要觉得说 哎 反正呢 这个一杆子打死 我就申请不到 那我就干脆连试都不是 对 那就随便你啊 因为我每次跟大家这样 苦口婆心一直讲 他就说啊 那我就随便你啊 因为那个拿到助学金 又不是我 可以有一件事情就是呢 大家很怕哦 拿到助学金 就会影响到我的孩子 进入这个大学 的录取机会 就是一看到说 哦 哎 某某某的小孩 啊 你申请讲助学金 啊 我现在审核员 我就把你放一边 因为你会增加 我们学校的负担 对 因为你没有要自己付钱 对 所以我也不想录取 对 其实这又是一个迷思 嗯 因为呢 其实大学 讲助学金跟审核部 通常是分开的 好 所以你就要看他的网站 嗯 写他的录取 叫做admission 是叫need blind 就是说 呃 不会考虑 那个你的财务需求 嗯 如果他这样说 那他就是need blind 嗯 那他如果没有说 他有叫need sensitive 就是说 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录取 哦 那你就是最好不要 那大部分就是 都是need blind 嗯 对 除非是一些 对 算常常又是一种迷思啊 我觉得你看 影响到了 哎 儿子 不是啊 我跟你说 这个need sensitive啊 就是说 你如果需要财务 补助 就会影响录取 这个多么政治立场 不正确啊 对啊 是不是 对我们要优秀的孩子啊 对啊 我们优秀的学生 我们不是要一个 付不起学费的学生 对对对 因为他家穷 你就不想要他 你 对 你有毛病吗 也不符合美国精神 是不是 对也不符合美国精神 所以大部分不是这样的 好 所以这个迷思呢 大家也要打破了 究竟呢 在我们的这个 申请大学当中的 一些奖助学金 还有什么样的迷思 我们常常会搞不清楚的呢 我们休息会儿 待会儿回来 继续的请教 江主任 新资讯 新观念 帮您的孩子 定做一个美好的未来 升学直通车 欢迎就回到今天的升学直通车 我们现场是 哈佛全方域教育机构的负责人 江主任 我们说到了呢 在申请大学奖助学金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很多的迷思 那你冲破了这些迷思 你要怎么样可以呢 完整的去申请到呢 非常有帮助的奖助学金 也是我们在 今天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 现在大学 这么样这么样的竞争 好吗 然后呢 不管录取率 也不管呢 你会不会被录取 或者你申请奖助学金呢 会不会影响到录取 其实都不会 然后呢 不一定 大部分不会啦 大部分不会 但是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 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得被录取 你这个助学金才有意义 因为如果说 OK 你可以得到多少多少助学金 但是你没有被录取 那那个就是 直上盘兵 也是白搭 对 那都白搭 那到底我们要先申请 还是呢 之后再 它是同时啊 现在都是同时嘛 现在都是 10月份的时候 就申请助学金嘛 所以咯 其实一般常见的助学金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 有哪些可以申请 对 有两种表格啦 一个就是发 发布萨 发布萨就是联邦的助学金的表格 那是广受很多学校的 这个接受 像这个公立学校 大部分都有接受 甚至社区大学啦 好 私立学校有一些有接受 那这个发布萨呢 又臭又长 一百多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叫 那另外一个叫 CSS Profile 它是这个私立学校的 那CSS Profile 它有三百多个问题 更多 对 更臭更长 对 那CSS Profile 因为它是每个大学 自己就是说决定的标准 所以变成是说 每个学校 它的这个审核的标准 会不一样 那就是说 基本上来说 这个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学校的学费多少 比如说总共是七万一年 它这是每一年都重新投胎 所以呢 好 那我们今年先算今年的 那今年的部分呢 我们就看你的报税 跟你的资产 然后我们就算出来说 好 我这个学费七万 好 那我把你整个人都算一遍了 我觉得你只付得了三万 根据你的资产跟你的收入 只能付三万 那剩下四万怎么办 就是就是助学金 对对助学金 对 所以很多人会假设说 读那个私立学校就会比较贵 其实不是 因为如果说 你读公立跟你读私立 如果算出来你只能付三万 你就是只能付三万啊 对 所以如果我读这个公立 比如说是三万五 好 那你就要付五千啊 对 那如果私立是七万五 七万块 对 那你还是只能付三万 那我就要给你四万 不是吗 对 所以哪个 是更多 当然是私立啊 对不对 而且他的交换又更好 对不对 对 而且呢 公立学校 他的那个计算 那个收入的那个 就是说最低线又更低 所以可能他给你的补助会是什么呢 贷款 那贷款你要还呢 因为他补助有几种 有奖学金 助学金 奖学金也有一些是属于这个 就是因为家庭需求给的 也不见得是因为优秀 就是说有这样子 need based的这个奖学金 助学金当然就是根据家庭的这个需求 对需求 那另外一种就是贷款 贷款就是要还了 刚刚那两种就不用还了 那还有一种是校园工作 校园工作就是你 我给你一个校园里的这个part time工作 学生你就自己去打工赚钱 然后付你自己的学费了 所以这里头什么最好 奖学金 助学金啊 就不用还了 也不用打工啊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照家里的需求 就是财务需求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就是基本上来说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什么 家里有多少人啊 家里有几个人读大学啊 爸爸妈妈几岁啦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 可是最主要的考量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资产跟你的收入 OK 所以就是这两个 对那我们常听到 你讲说 哈 我这个要申请奖助学金的话 还有规划 当然啊 对啊 是不是 因为你 因为你这个 这个呃 就是说像你今年申请 你是用前年的报税吗 两年前 两年前报税那你 你那个 你不能现在才来规划你的收入啊 那比如说以收入来讲 你会说啊 那我收入就是这样 那你是不是可以请一个月的假 让你的收入减低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啊 可以啊 就是说你为了要两年之后 小孩子要读大学 所以你现在 可以哦 对啊 你现在为了要降低收入 你就请 比如说我请半年 当然啦 如果你因为这样被公司开除 我是不管了 对啊 但是就是说 这个好像也是个方法 对啊 也是个方法 也是个策略 那资产当然资产也有别的方法 就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样理财的方式 把它 当然我要强调这个一定是要 合法合规 合法 而且要风险管理 你不能说 哦 我就去发那个风险最高 那你傻 对不对 你钱如果被人家拐走 那说实在你要怪谁 所以你要用合法跟低风险的方式去规划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真的就是要事先的规划 因为你现在才来调整你两年前收入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对 那你很多的资产 你现在当下可能可以处理 可是说实在你也不能那么慌乱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还是要规划 就是说事先的规划 那像其实一般来说啦 就是小孩子进入九年级之后 一样啊 跟陈寗大学一样啊 就是要开始规划了 对 所以大家会想说 没关系啊 反正到时候呢 你大学进得去再说吧 这个时候我再来做一些呢 要申请助学金 对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再说再说 像申请大学 也有很多家人觉得说再说 其实美国的 他的这个这两个部分 申请大学跟申请助学金 都是不能再说的 而且你会发现 他们的教育好像就是有规划的 有规划 对对 他们还有一些呢 这个有一些想法的 对 而且我们教孩子来说的话 就是你在教育当中 你要有自己的目标跟想法吗 没有 那个我们这个 就是说华人的族群里头 比较多的想法是 从隔壁邻居听来的 好 我们可以规划 好不好 我们也可以做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风险的规避 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呢 在申请呢 讲助学金 是不是要跟申请大学一样 找专家 我跟你讲 真的 我觉得好 你真的不要再瞎搞了 因为你这个规划 我先讲要合法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 你如果说 比如说你这个表格上面 填的东西是假的 好 如果说你 你听你的这个闺蜜 好 叫你乱填 然后最后 你形成了诈欺 那是你坐牢 不是 那是 你的闺蜜坐牢 对 其实这个专家 也要找那个真正的专家 也不要找那种 就是说不择手段的那一种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就讲到这个 就是说风险的必归 因为很多的这个 转移资产的方式 其实是有的风险很大 那你可能就是怎么讲 捡了芝麻掉了西瓜 对 对不对 得不偿失了 得不偿失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 而且呢 今年开始 发傻联邦申请 联邦助学金申请表 会有很多重大改革 超级重大 所以呢 那你是不是要搞清楚 新的规则 因为如果说你是 两年之后 才要申请大学来讲 你如果说照旧的 那个规定去规划 那也没意思 那明年会不会再有新的改变 当然有可能 当然会 大环境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 我觉得还是找专家 像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研究这件事的 所以你 不要再自己瞎研究 所以像我们 就是说 整个就是会把 这个东西研究好 然后就是告诉你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对最主要经验 摆在这里啦 因为很多时候 你可能 因为你可能第一个小孩 对不对 申请了这个所谓的 奖助学金 然后呢 你就要 这边东听一点 西听一点 你倒不是看 人家已经做了 几千个 几万个的 申请 那是不是 每一次 不过有些家长觉得 东听一点 西听一点 就是 怎么讲 就会变混成专家了吗 比较那个 就是 比较 省钱 对 但是我们这笔账 大家其实聪明的话 算一算 其实我跟你讲 因为你这样子会 省小钱花大钱 我问题就在这里 省小钱花大钱 你知道像前几天 就是 有一个家长 跟我 他就是自己研究了 一大堆 然后他列了一个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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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说明 他申请了这个学校 那个学校怎么样 什么情形 什么 然后他要求要约我 十五分钟的面谈 十五分钟 还不是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 什么你好我好 那些都不要讲了 就是 我直接约你十五分钟 问你问题就好了 你就告诉我答案就好了 然后他已经列出来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不是麦当劳得来诉 我不做这种事 态度 不是态度的问题 我觉得你 就是说你不明白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我没有全盘了解你的小孩 而且说实在 你的小孩的前途 就十五分钟就决定了 对 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问题 是不一样的 麦当劳得来诉 对 我不要花三个小时 去吃那个米其林餐厅 对 对不对 我只要随便 好不好 你给我呢 这个 天保就好了 你的小孩的教育 就麦当劳得来诉了 好 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我先来说